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欢迎来我们家 一进门 玄关走廊旁 分别是明底与先生的主卧室 以及小孩长大后的睡房 接下来就进到我们平常 主要活动的区域 那主要是有客厅 厨房 来到主要活动空间 厨房设备以应俱全 一旁旧式餐桌 还有客厅 来自台湾的明底 配合在外商当工程师的先生 搬到日本生活 在2022年买下第一间房 怀孕 生小孩的关系 那我们本来是住ELDK的空间 真的不太够 那想要住更大的空间 那但是租金就会变很贵 所以我们就考虑要开始买房 寒阳台约24平大小 总价日幣6000万元 约合台币1352万 短短两年已经涨到7000万日元 不过在东京蛋黄区 价格却是两倍以上 来到东京 黄金五区之一的港区高级大楼 这里两间卧室大约25.2平的房型 总价超过1.5亿日元 换算台币大约3400多万 宽敞明亮的客厅空间 距离JR田丁站走路只要8分钟 吸引不少台湾人专程来上屋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然后这边有一个三口的明火瓦斯炉 日幣贬值加速外国人来日本的投资脚步 2023年东京23区新屋房价 年长幅超过5成 排名世界第一 从202223年开始呢 大家可能会有一点政治上的一个危机 或是有一个心理的因素 我反而觉得最近在增加自住型的客人 是非常的多 甚至超越了投资型 自住客明显变高 东京都新六区 平均房价更涨破1.2亿日元 连续第18个月成长 不过日本位在还太平洋火山带 买房可得留意灾害风险 比较有风险就是我们讲的 比较乡下的地方 地震来最怕的是什么 不是建筑物岛 是怕火灾 所以他们对耐火建材很重要 很要求 民众到日本买房前 可以参考灾害风险地图 东京也有地域危险图 日本房地产交易火热 防灾门道也要小心留意 三地新闻张庭祥 依丽婷 日本东京采访报导